对于恒大理财这次的爆雷对你来说是否有影响呢 还有就是你现在感受是怎样的呀 哈喽大家好 我是19年年底的社机朋友介绍呢 买了200万的恒大理财的产品 那我们约定的第七呢是7到8点之间 今年呢就遇到这个流动性的对付危机 现在什么心情呢 心情就跟这杯饮料一样 拔凉拔凉的 你们这些这个追赞的这些群体呢 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动态和心态呀 为什么这一次网民对于联想的愤怒 要远大于对恒大的愤怒 联想有哪些问题 司马南对于联想的质疑 主要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高负债就资不抵债 然后高管高薪 然后劳里不加索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吧 然后恒大有哪些问题呢 恒大是理财产品爆雷 楼盘烂尾 高管高薪资不抵债等 对于民众来讲 谁给我们普通老百姓造成的伤害更大 很明显是恒大嘛 因为投资了恒大理财的 买了恒大楼盘烂尾的 就是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 这个就是真金白银的 很多人这一辈子的积蓄 都投到他那个理财里边了 两辈子的积蓄都买了他那个楼了 然后就打了水漂了 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伤害 但是联想呢 它好像就是一个国有资产流失吧 就好像对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没有更直接的一个伤害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网络上 对于联想的这个愤怒 发酵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我分析的原因 恒大受损失的这部分理财的客户 包括买他楼盘烂尾的这一部分客户 他们其实对他的愤怒 更多的是在心里 是在私下 他们还不大敢在网络上表达 过于激烈的对于他的愤怒 担心什么呢 担心会加速他的倒闭 你买了他的理财了 买了他的楼盘了 他又很快就倒了 你骂得越狠 担心他倒得越快 他倒闭了以后 你现在还心存了一丝幻想 也许再过一年两年三年 他真的能把钱还给我呢 楼能盖起来呢 所以说呢 他还有一次幻想 不但自己不敢骂他 别人骂他狠了 他还不愿意 是吧 你把他骂死了怎么办 另外呢 恒大的问题 也不仅仅是恒大的问题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房地产的一个问题 是一个高房价 快速扩张的这么一个问题 大部分人 其实是有房人 有房子的人呢 是不太愿意让房子降价的 涨上来肯定很高兴 降下去了以后 虽然都是纸面财富啊 是浮亏浮盈 但是呢 纸面财富 房子价格下滑了以后 纸面财富缩水了 那我也不愿意啊 所以你看 这就是人的一个私心 自私的一个心理 对于恒大的这种抨击 对于房地产 高房价的抨击 就相对少很多 尤其是一些大V 通常都有几套房 是吧 那些人呢 都是一些是吧 有资产有钱的人 通常都几套房 所以说呢 他们更不愿意房价下滑 更不会讨论这件事情 反过来讲呢 骂联想就不存在这种担心 你就把联想骂死了 又能怎么样 受损失的最多 就是联想的职工 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嘛 又不是说 只有他会造笔一本 把他骂死了 我们没笔本用了 好多会造的 这个卖谁都行 你往深层次里面来探究 还是人的一个私心 一个自私的一个心理 当然了 举的旗帜 挤的这个口号 当然都很大了 哎呀 乖呀 什么资本家呀 爱什么爱 给你爹花200块钱 你都心疼 连你爹你都不爱 你会爱别的 为什么骂房地产的时候 我会痛斥 对于联想来讲呢 我可能就是 只是简单的说一说 因为 对于整个社会 对于普通民众的伤害程度 不一样 联想能伤害你什么 他能伤害你什么 他最多就是 你花了个三四千块钱 买了他一个笔记本电脑 他质量不好坏了 坑不就坑你三四千块钱吗 我只是打个比方啊 人家的质量 也没刺到这种程度 剩下他坑你什么了 恒大呢 房地产呢 恒大可是真真正正的坑了 几万人的理财投资 四百个亿啊 理财投资 就真真正正正的 跟你化为泡影了 没了 打了水漂了 好多人一辈子的积蓄 就指摸这个钱养老了 这下好了 买他欺房的 把自己的上一代 是把老人几个钱包凑起来 然后凑了个首付 又把自己的未来 二十年到三十年 又提前预支 从银行预支过来 都给了他了 这是真正的 全部的身家性命 都给了他了 他给你的是什么 一个烂尾楼 你说他对你的伤害 是不是最直接的 并且呢 炒股讲说 我炒你的底 你炒我的家 他是真正的炒你的家 不光炒你的家 未来二十年的家 都提前给你炒了 我说很多吃了他亏的人 在网上不敢这么骂他 又怕把他提前骂倒了 自己心存一次 会想这个钱还能回来 我这里说一句 打击大家的话 烂尾的楼 你们各地都有烂尾的楼 你们去看一看 想重新弄起来 非常非常之难 没有个十年八年的 这个事儿帮不了 你且等吧 十年八年 一个大的契机 让你遇上了 这个房子也许能跟你交 很多地方就直接炸掉了 重新开始 因为前面那个账 根本就理不清了 只能炸掉重新开始 损失 损失永远是底层百姓的 你都哭都没地儿哭去 你信不信 你哭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你在视频里 发到晚上都发不出去 就只能在家里边 捂到被窝里偷偷的哭 我多次讲过 我们最后这一轮 2017年左右的这一轮 房价翻发的往上升 是怎么造成的 就是恒大的这些 一线的房企 他们从这些一线的城市 到了二线 三线 四线 甚至五线 是县城里边 大面积的开发 钱从哪里来 他们从国外 发行了大量的美元债 借了好多老外的钱 我们现在目前债券 美元债券 还有多少没还的呢 1.04万亿美元 你说1.04万亿 好像不多 恒大千万不是2万亿 是吧 这个1.04万亿 是美元 是美元 我这里有几个数字 读给大家听一下 恒大现在欠外边 是多少美元债券 是175亿 驾照业是153亿 碧桂元是117亿 融创是67.9亿 这前四名 我不想不往下读了 房地产企业 他们都发行的美元债 欠了大量的美元 这些钱 2022年会有大量的到期 到时候我们就看 恒大现在已经爆雷了 驾照业已经爆雷了 我们就都看明年这些本金 怎么还 现在恒大还在还着利息呢 老许把自己的飞机卖了 把自己的什么香港的豪宅卖了 在还利息 明年我看本金到了 他拿什么还 他们借了这么多的美元债 干什么了呢 拿这些钱到国内来 疯狂的扩张 所有的城市同步进行 干什么 拿地 卖地的 还怕你买地的人多吗 买地的人越多 地价就上来了 包括这些中介 卖房在后边删风点火 这些大围在网上发声 删风点火 瞬间把房价给炒起来了 就是他们干的 他们是有罪的 现在好了 步子慢的太快 扯着那傻了 很多人说 希望我们的房价永远上升 不要下降 下降了以后怎么怎么地 就好像我们就活一辈似的 你没有子孙后代 还是你准备了几套楼 你这下面三代人都已经有房子了 我们给2000后 给2010后 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价 你让他们怎么活 他们怎么在城市里面落脚 所以说我们现在房地产行业 就是干的一个段子绝孙的行当 联想对于他们那点问题 那就是一点小毛毛雨 那算什么呀 喷塌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房价不落 万物不生 这个才是根本